好,咱们看这个电路也是两台电机瞬息启动 你需停止的这个电路 但是用了两个时间电器 一个通电验射程,时间电器,KT1 一个断电验射程,时间电器,KT2 那么咱们试验一下 按一下启动按键以后 KM1首先吸合,1号电机启动 验试一段时间以后 KM2吸合,2号电机自动启动 完成了顺序启动 当然下,停止按钮 KM2马上释放,2号电机马上停止 一段时间以后,KM1释放 1号电机停止,完成了 逆序停止 那咱们看这个电路 这个电路和咱们前面视频当中 只用一个时间电器实现 顺序启动,逆序停止的电路 不太一样 咱们把这个电路讲一下 那这个主活动呢,还是KM1 驱动,1号电机,M1 KM2驱动,2号电机,M2 咱们主要就来看这个控制活动 按一下启动按钮以后呢 中间电器,KA,得电 吸合,然后自锁 那这个时候 KT1和KT2,线圈都得电 那么一个是通电验试形 实现电器 一个是断电验试形 实现电器 那么通电验试形 实现电器 它的线圈通电以后呢 这个触点会验识动作 断电验试形 实现电器 它的线圈通电以后 它的触点会马上动作 所以说KT2 它的长开点会马上闭合 那么KM1线圈在电 所以这个1号电机马上启动 那么验试到时间以后呢 通电验试形 实现电器 KT1 它的这个触点动作 那么 它闭合以后 二号电机 启动 KM2系和二号电机启动 那么按下 清止按钮以后 这个KA 释放 所以说这个 KT1和KT2 线圈都断电 那么这个时候 那这个通电验试形 实现电器 它的线圈 断电以后呢 它的触点会马上复位 所以说 这里马上断开 那么 KM2马上释放 那么验试一段时间以后呢 这个KT2断电验试形 时间电器 它的线圈断电以后 它验试一段时间以后 它的触点在 复位 所以说 过了一段时间 这个触点在断开 KM1 才释放 这就是 完成了 逆须 停止 好 我发现经常有朋友给我发信息 问我一些 eplan软件 画电路图室 操作细节上的一些小问题 那这些小问题呢 虽然 很简单 但是呢 如果你找不到 正确的这个方法的时候 还是比较头疼 确实不知道 怎么操作 那比如说昨天有一个朋友问我 说在这个电路图当中 说比如说有这个汉字 这个字体 是吧 比如说这里呢 有一个字动 有一个手动 那么咱们看这个字动 这两个字呢 是左右的 这个排列 是吧 比如说这个字呢 在左 动的在右 那怎么样给它改成上下呢 就是说有的图纸当中 这个字呢 是上下 排列 那么怎么给它改过来呢 比如说将这个字 放到这个洞上面 那这个朋友呢 说找了半天 说也没有 找到这个 说把这个改成 上下排列的这个方法 其实这个呢 很简单 那打上去这个字体呢 肯定用到这个文本 那么其实咱们双击 这个字动 这两个字呢 咱们可以打开这个文本的 这个对话框 咱们看里面就是字动 那咱们就可以把这个 动呢 挪到这个字 这个下面 但是说它 弄了半天 也没有把这个 这个动 改到这个下面 比如说 它把这个鼠标呢 说放到这个中间位置 这个光标 按这个确定 本来以为可以换行 但是换不下去 是确定的这个意思 那 其实呢 说咱们可以 把这个光标 放到这个位置以后 说咱们右击 这里有一个换行 点下换行 就可以了 咱们看就是 自动 然后咱们确定 这个时候咱们看 就改成了上下的这个排列 虽然很简单 但是呢 你找不到这个方法的话 确实不知道怎么操作 那如果往回改的话 就简单了 咱们把它光标 改到这个动 这个前面 咱们 按下这个退格键 给它改回去 然后确定 这个时候又改了回来 那这个是一个问题 比如说 这个呢 是咱们利用这个文本 打上去的这个字体 那如果说 是这个设备标示符 也就是 这些电气元件 比如说这个触点 这上面呢 有一个 咱们看 KMR-3 那么这个呢 咱们看 自动打上去以后 它压住了 前面这条线 那这个位置呢 说肯定不合适 咱们 咱们给它改一下呢 比如说 咱们说 看后面这个地方呢 说比较空 咱们将这个设备标示符呢 说给它挪到这个后面 说怎么挪呢 那如果说 咱们直接点击 说咱们挪的话 咱们看 连这个 图点呢 也挪了后来 那这个 咱们让这个图点 还保留在这个位置 怎么 把这个设备标示符 直接挪到这个后面呢 咱们可以 右击 说这个设备标示符 然后这里有一个文本 说咱们选择 移动 说属性文本 然后这个时候 咱们再来挪 说咱们看 至江 说这个设备标示符 说挪后来 说咱们看 这样 看上去 说就美观多了 那 关于 像这些操作的一些小技巧呢 咱们在 一盘栏画图的 这个课程当中 都有详细的一个讲解 如果你想学 一盘栏画电路图呢 可以学习一下 这套课程 短节 然后调铃 好 第二步 将两表笔接除 电表一二极限柱 好 这一二极限柱以后 咱们看 这指针的 几乎接近于零 电数较小 接近于零的时候 这一三是进线 电能表 为跳如式接线 就是说 这个接近于零 它是跳如式 一三进线 二四是出线 咱们就可以按照 下面这个电路图 跳如式 咱们看 一三 进线 向线 零线 二四 出到负载 下面咱们给它 演练接线 先布局 电表 开关 控制开关 灯 好 现在给它 布局完毕 下面咱们给它 连线 点一下这连线 连线以后 照这个 级线图 连线就可以了 首先 连这个零线 咱们看它零线 闪烁 零线 到 三 一向线 到一 这是 近线 二 到 开关 四 输出 到开关 下面咱到 这根 到 S1 S2 好 S2 到L2 S1 到L1 好 现在是它的零线 好 现在零线 调节起来 好 就 布线 是吧 就完成 下面咱们放针运行 点一下放针以后 首先呢 将 开关 合上 好 按控制开关 好 灯亮 咱们看 这个盘呢 开始转动 咱们再打开 S2 第二个灯亮 咱们看 明显的转动 速度加快 好 点点 这个呢 就是这个单向调表 它的接线方法 就是这个单向调表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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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